大家好,我是乔娘 大家看到的叫做多肉花卷 这是山东人最普通的面食 这个多肉花卷谁开店谁发财 你看一天都卖3000个 真的吓死人 配方就是500克中筋面粉 加上280克水,温水 因为现在是冬天 加了5克酵母,加了15克糖 做花卷类,包子类的面团都要比较软 馒头面团比较用一点 好了,盖上盖子发酵 调味料就是姜和葱 再就是五香粉或者是花椒面,胡椒面都可以 加一点生抽,也就是酱油 这个肉的特点就是一定要非常的粘密 这个肉是包饺子的肉 上面还要放上葱 加上辣椒粉 如果你不吃辣,辣椒粉可以不加 但是多入花酒 一定要有微辣 这个韩国泡菜辣椒不是特别的辣 热锅来烧油 这是香叶 好多人问香叶是什么 就是土肉贵的叶子 这个叶子甜甜的 可以生吃 如果你也种一颗,就可以像我这样 每天撕两片吃 可以解便秘 很有好处,也可以冲糖喝 好了,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热油泡下去 提发出香味和辣味 这是这个肉馅的灵魂 加甜酱,台湾用酱油膏代替就可以了 我今天的肉是500克 常常有朋友问肉是多少克 其实我没有告诉大家肉是多少克 因为每个人包的饺子的手法不一样 有的人包不进内馅去 这个我告诉大家 是因为用铺的 所以多少都能铺下去 好了 放在一边 让肉入味 面团也好了 肉馅也好了 到院子来采 构树的叶子 构树的叶子是可以吃的 在大姑家我们用的是玉米皮 因为这个多肉的花卷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因为不是包子 肉汁啊汤汁会流出来 但是我们用构树的叶子 刚好弄包裹住 拿起来吃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用手拿起来 好了 洗一下 素素叶子很重要 一定要洗干净 洗好了 放阳台晾干一下 面团发酵了半个小时 今天的温度是25度 听扑扑的声音 夏天千万不要二次发面 直接做上就好 冬天的温度可以二次发面 就像洗衣服一样 顺着揉 把气完全排干净 做多肉花卷 大家不用担心排气的问题 因为皮会擀得很薄 里面一定没有空气 所以新手可以试做多肉花卷 这个是零失败的 每个人做都会成功 因为用冷面都可以做多肉花卷 把面团切成两块 因为每一个面团要做五个 或者是六个 这样操作起来就比较方便 擀成0.3或0.4厘米 这样厚度就是刚刚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你看就这个厚度 不需要太厚 太厚了 不好吃 先放上一半的肉 大家从这里开始看 因为做生意的店家 不可能告诉你的一个秘密 如果你不做下面这一个动作 那边的汤汁可能都流到锅里去 就没有那么鲜甜香美 看这个肉铺的满满的 没有露着下面的面皮就好 这个时候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 重点来了 不管哪个影片哪个视频没有人教你这个动作 特别是做生意的不会教你 就在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这个面粉就起到了吸收汤汁的作用 因为我们里面加了葱又加了油 里面的汤汁就会流失 如果没有加面粉 我们的面团又是发面的 就会进到蜂窝组织 这样我们加了这一点点的面粉 出来的汤汁刚好被面粉吸收 汤汁就会保留在花卷里 这样吃起来就是非常香 好了就是这样卷起来 这个面团很软 你看起来我操作很简单 你第一次操作可能手要轻松的拿 把两边要再捏一下 防止肉跑出 看到这里你就明白前面影片中说的 他一天卖3000个 如果30块钱一个 你算上一天是多少钱 这里一定要找一个快刀 大家可以算成本一下 500克肉在我们这边 就是150到200的样子 我买的是黑猪肉 就这样都切开 刀一定要快很准 两个叠在一起 你不叠也可以 切的大一点 一个是一个也可以 但是传统的肉花卷 奶奶当时做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小时候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肉 只有过年杀猪的时候 奶奶才做给我们吃 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猪杀 两边用筷子压一下 稍微一拉 因为很软 就这样卷起来就好了 不需要拧一个麻花 直接放在构树的叶子上 叶子就会把汤汁包裹住 也不要弄脏了中笼 现在大家知道吧 构树的叶子有多少的好处啊 我对构树的叶子有深厚的感情 来到这边很多人不知道构树的用途 我在回家乡的影片中 大家看到我们表姐妹四个 在公园里早晨散步 我们一起玩构树 大家都感动落泪 想去了小时候在奶奶家大院 有一棵构树的情景 一晃都三四十年过去 这个面团很软 马上摆在棕笼 就在棕笼里发酵就好 如果你想做这个生意 小娘无常的去教你 让你发财 让你一天也卖三千个 我觉得在我们这边 一天要卖还不止三千个吧 那是在老家那么多人都会做 还是一天能买三千个 优点就是这么多的肉 好了 发酵了二十分钟 我就上锅中了 水开了之后 再中十五分钟 因为全部是肉的 我就关火了 这个花卷没有塌陷问题 不用捅十分钟再开盖 马上就可以开 因为趁热撒上一点香葱 会更香 看 这就是日买三千个的 多肉花卷 这个肉多到都包不下 哎呀 烫烫 看是不是很诱人 那么多人排队的原因 大家就知道了吧 光用看的有多好吃 撕开给大家看 看这个虫子 虽然擀的皮很薄了 但是每一层都发酵的非常好 说这个是零失败 因为皮擀的很薄 再撕一个给大家看 看这个肉真是装不下了 里外都是肉的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多肉花卷 看这个构树的叶子 像种叶一样 很好用 大家不管种馒头 种包子 都可以用构树的叶子来这样种 既环保又好吃 构树的叶子就可以直接吃 迫不及待咬一口 真的太香 太好吃了 真的很简单 但是很好吃 感谢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